传统农业要转型 桃园市政府为了协助新屋区农会 来建制现代化的股仓储存设施 原定由市府中央和农会三方 共同分担建设经费 后来农会因故无力出资 市府决定协助来分摊 并且运用电鞋回馈金 让股仓可以顺利来兴建 为了转型传统农业 桃园市政府陆续协助平正区 阳眉区及农坛区等地农会 新建大型的现代化股仓 目前全市就只剩下新屋区农会还没有建制 由于新屋区农会因故无法负担经费 市府决定协助分摊 并且运用电鞋回馈金 让总经费高达1.2亿元的 现代化股仓计划能顺利进行 湖口农会他们的产量远低于我们 但是他们也已经有这种现代化的储存潮了 非常感谢市长 这是对于农会大力的支持 在用这个电鞋金回馈金 再加码分担一点新屋区农会的压力 让他也可以更新 因为我们全市到座产量大的产区 只有新屋区农会 还没有完成低温冷藏筒 跟稻谷的干燥中心 那这个大概两席的经费 会到达1亿2千万 另外农粮署也在去年协助新屋农民转座高粱 并由金门金酒公司保驾收购 市议员陈瑞森指出 这几年因为缺水停灌休耕 不少农民愿意尝试转座高粱 但因为高粱的收成率偏低 扣除成本还是略低于水稻收购价 陈瑞森议员希望市府能协助沟通 请金酒公司提高收购价格 那这次的金酒呢 从去年开始跟我们全国有几个农会 来签约去做高粱 那北台湾的农会唯一的就是我们的新屋农会 但是这转座面积还是不是非常的大 那我想最主要还是因为 能民要收益嘛要温饱嘛 农委会可以用绿色环境给付 低耗水性的杂粮作物 那农委会是4万 其实我们市政府也有赌注要点 我希望把这两个部分再加进来 再拜托金酒每公斤21块可以提高 市府农业局表示 为了协助农民转座其他作物 推出了种植种苗及田间管理费用补助 来强化桃园市农业适应性 另外农委会也开办高粱收入型保险 协助农民分散经营风险 希望能提高农民的转座意愿 谢谢大家